好 这里是东南亚服的官网 今天晚上他们提前发布了关于下一个版本的更新日子 那么下一个版本的话是东南亚服在海外五个服当中率先迎来过渡版本的一个版本 这一次的话他们这一次有战国职业的既改 战国既改其实应该是去年在日服就开始了 后来是国际服务十月 那今年东南亚服他们三月份 他是战国三的时候没有去既改 所以他把这个时间推到后面来 但是对于东南亚服的情况不太一样 就是鬼神这个技能 他们是跟最早的情况是一样 是减70%的那个重生率 他们这一次他们写了只有改那个持续时间冷却时间 他没有改那个效果 因为东南亚服是没有涂腾的 他没有涂腾也就没有轮回十倍 然后就是建好建好也是一样 很多都是差一段的 连这些都是差一段 但是他们是没有灵之灵的 也没有龙的船人 龙的船人是四月份是删除了 但没有补上墨选 然后面就是仓库 仓库的改动 东南亚服原本的仓库是不需要二级密码 那他发布的这次公告是说 有些人就是因为仓库跟杂货店的NPC靠很近 有些人就是把仓库 把杂货店当做仓库 结果不小心卖了一些东西 然后后面一些小改动是关于赛提屋的一些任务 赛提屋的每日任务是不能够放弃的 然后看一下活动日志 活动这一边的话 他这有七个相关的活动 首先Puffet Ranger是上一个版本 在728日这个活动 他是新加坡国庆节的一个独家活动 就是你每天跟一个猫做那个任务 那个掉落率相当低了 你要打至少几十分钟才能达到那些材料 基本上就是跟猫有关的 然后你做完之后 他那个新加坡的那个装潢会发生变化 每天就每天是跟一个猫做三个任务 最后是给一个点桩 然后是一个椅子 然后黄金马车 黄金马车从八月十一日开十一日到十一月十六日 也就是说十一月十七日这一天会迎来Maple Life版本 然后他这里有的奖励 第一周是温利 是一个温利的宠物装备 第二周是 第二周是骑宠的选择箱子 第三周是那个温利的叶子 是一把武器 第四周是个水母的奇种 这个其实是塞拉斯那个水母 然后第五周 第五周我乍一眼看好像有点奇怪 结果发现这个是相反性别 就是你拿一个相反性别的 这个脸型 这个脸型是相反 那么他这个第六周 第六周也是一个相反性别的发型 然后第七周 第七周是个点桩 第八周是个枫叶的效果 然后第九周 第九周是椅子的选择箱子 第十周是英雄的那个羽毛 第十一周是路西德的机器人 然后最后一周 最后一周是一个BMK的伤害皮肤 是一个火焰伤害皮肤 火焰热浪伤害皮肤 然后就是一季 一季的一个活动 这个是去 今年三月份啊 今年三月份 韩服的一个活动 这个就是你去 搜集道具 然后获得这个箱子 你搜集 你做完这个 搜集之后 它会有隐藏的这个门 有这个遗迹的门 进去可以打 那个古代 古代守护者 然后就可以获得他的奖励 对他那个奖励 基础准力是双倍经验者 确定有两个 然后额外的奖励是特殊容易寻章 五到十五个 还有选择性神秘徽章 十五到五十个 核心宝石三到三十个 然后是宿命的紫色魔方 一到十个 这都是可以在账号内转移的 然后有七点选顺 你会 然后就有一个椅子 其实这个守护者就是国际服务 大概在adventure那时候 有个组队任务的那个boss 这个形象就是那个boss 然后这也是伤害皮肤 它有非单元的 还有有单元的 单元是BMK伤害皮肤 然后是八月十八号 开始他们有一个 庆祝马来西亚 国庆节的一个独家活动 是一个搜集星星 发现星星的一个活动 它这里一共有十四个星星 每天你就点一个 随机点一个 就做一个任务 然后就搜集星星 如果这一排 这一排做完之后 它可以领取右边这个奖励 第二排这个是个称号 然后你做完的话 它会有一个星星的积分 这个星星的积分 最后是拿来兑换道具的 可以换 选择型神秘徽章 核心宝石 特殊容易勋章 混沌还原器 还有宿命永 那个强大 永恒 还有黑色内藩火焰 然后是越体 白雪人椅子 那个 白雪人TV的一个装饰的 一个活动 然后是动态二重咒 第三季回归 这个活动从去年九月底 开始第一季 它的经验值是非常之多 它就是你上线的时候 你选择一个职业作为大姐 然后你选择一个小号 作为小弟 大姐去打猎的时候 他这个经验值冲到一定程度 你换到小弟登录 他就自动会获得一定的经验值 同样 小弟去收集经验值 去打猎 收集经验值 你换到大号 他也会有经验值 所以可以相互的训练 相互的练起 然后大姐满的时候 小弟会有一个增益 小弟这个增益是1.5倍的经验值 而小弟弄满这个经验值之后 大姐他这里会有一个 一个攻击的增益 有50攻击力 30普通Boss的伤害 还有暴击伤害 还有暴击率的增加30 他其实可以相互的去练起 尤其是你要练小号的时候 其实特别适合去练联盟 10级可以一下子飞到58级 然后60级变成80级 大概在130多级的时候 还可以升到150 经验值相当多 然后210多的时候 好像有10%的经验值 差不多就是几十个亿 非常多的经验值 然后就是周日冒险岛 周日冒险岛就是7周 一直是到9月底为止 9月底 他第一周是一季奖励两倍 然后是符文经验值 连继球 所以这时候就比较适合 去找小号练集 第二周也是一季的任务 奖励两倍 然后是怪物公园 通关经验值 第三周 第三周是收藏油罐 这时候就比较适合收藏 这时候就比较适合收藏 第四周是 新之力 七折的那个费用 七折的金币费用 第五周 第五周是 宝罗普利图 还有火焰狼 经验值两倍 然后最后一周是 二十个选择行程序 会议章 还有三个经验值券 五个三倍经验值券 好 有这么多 那么跟韩服去比的话 这一次是没有那个季改 也就是说季改可能还要等到十月份才有 那么国际服的话 应该是在八月 八月二十五日 对 等国际服 如果国际服也没有季改 那就都是要再等一个版本了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日志就看到这里 明天的话 可以去游戏看一下相关的改动